哈喽宝女们 如果要是让你看爱豆演戏 那你肯定是跟我一样 霸写的拒绝 他们能懂什么演戏 都是粉丝尬吹 不过你咱也不能一杆子打死一船人 我仔细想了一下 还是能数出来几个有演技的来 退后 我要开始装逼了 就比如我刚刚推荐过的 爱恨美味中霸总女主的扮演者 王菊 她就是从创造101中走出来的女爱豆 当时的王菊 在一众肤白貌美大长腿的女孩中 就与众不同 看上去更欧美范 虽然她作品不多 但是在这部剧里 她的表演很松弛 也很生活化 比如她和父母在家里吃饭 穿着松松垮垮的灰色T恤 妆也没化 在角色需要朴素的时候就朴素 需要精致的时候就精致 无相有的明星 偶像包袱那叫一个众 不管角色是什么处境 什么身份 自己必须得好看 除此之外 王菊对台词的把握也很到位 我跟王菊什么分手的 啊 为什么呀 你不就大静去结婚了吗 怎么又说分手的事了呢 这事 还真不是你说了算 我结婚我为什么说了不算 怎么 你不能那么任性 我这次就是要任性 这婚必须结 我不解能怎么样 成功到来什么事情 我做的还不够好 我任性 我不说你们的意义 我就是任性了 我现在靠我自己 你还想怎么控制我 从一开始的绞心依依 再到最后的剧里力争 情绪过度的十分自然 这样的王菊 依然带着舞台上的自信和从容 能让观众看着舒服 看着入戏 就是没辜负这个角色 还有下面这位也是女团出道的张月 演技也是经过广大观众的仪式认可 她出演那边悠悠 那可以说是绿茶的代名词了吧 让我尝尝你 嗯 你的一点都不甜 尝尝我 要不你尝尝我 不用了不用了 我喜欢吃苦的 哇 羡慕 只有日子甜的人啊 才能吃下来 不像我 这个景点片呢 真是让人看一次生气一次 你看这行云流水的动作 还有这茶言茶语 不像我 人家的生活都是苦的 人家需要咯咯心疼 这清全无辜 还透露着楚楚可怜的形象 以下来就立住了 最关键的 在男人面前呢 她是纯情女孩 在原配面前就原形毕露了 你知道许幻山是怎么求着不离开家的吗 你别想了 我知道 她说了 你们不离婚是因为你们有孩子 要是没孩子 你试试 哎呦嘿 小丫头骗子 还有两副面孔的 在演完这个角色之后 张玥还一度遭受了网报 不得不关闭微博的评论 这也是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 她的表演确实是深入人心的 一个字 绝 下面要说的这位 应该是8090的青春记忆了 这是明道首次担任主演的偶像剧 就已经是霸总天花板了 虽然剧情很马里酥 但是演员的演技很到位 明道实演的角色 在失忆前是霸道总裁 失忆后就是暖心小绵羊 后期还有恢复记忆的霸总 角色转变全靠演技加持 只看眼神就能区别出不同的阶段 但是谁能想到 这个完美出演龟公子的男孩 自己却是普通家庭出身 一开始她的电视台当购物模特 刚刚开始有购物台 第一批就是我们 就是做这种购物的模特 后来获得了主持冒险王的机会 逐渐才被大众熟知 在后来组合出道 才开始演偶像剧 那个时候的她 没有表演的理论知识 也没有老是叫她经验和技巧 为了能演好霸道总裁 她只能天天堆在酒店门口 通过看她们的一言一行来带入角色 她靠的不是天赋异禀 也不是自圆倾斜 而是自己对表演的热爱 好像十几年 二十多年前的爱豆去演戏 没有人觉得会有什么不妥 因为她们对待角色的态度是认真的 就连在就业的爱豆 也是能让人眼前一亮的 曾经快难出道的魏晨 职业生涯第一部剧 也是当年爆火的偶像剧 虽然那时候谈不上什么演技 但是经历过这么多年的磨练 在前阵子热映的八百当中 她已经成长成为一个真正的演员了 她对待角色认真投入到 出了戏人还在角色里 那个时候包括跟家人打电话的 那个说话的声音都不一样 平时我说话声音特小 然后就那一段时间开始 就是说话声音特大 我跟打电话说 你为什么老师这么着急说话 然后我说没有着急 我平时就这样的 好像慢慢的已经 是一个自我忘却的一个状态了 为了呈现最好的角色效果 她长达几个月不剪头不刮胡子 一米八三的她 减重到65公斤 说真的 因为不是她的粉丝 所以我看电影的时候 真是没认出来 和以往的阳光大男孩 形象差距太大了 反观有的爱豆 演示兵连头发都不愿意剪 除了形象贴合角色 在这部集结了 一众影帝影后的电影里 魏晨扮演的老兵 气势也没有输 在和张义江武 王庆元这些真正演技派演对手戏的时候 她能把一个性格暴躁的老兵形象立足 真得值得夸一本 不过不得不常认识 这样的爱豆真是太少了 多的是没演技没实力 还靠粉丝尬吹地流量 这也是为什么 现在好剧吧 拍出来都差点意思 烂剧也是层出不穷 因为有的演员从形象上就不贴合角色 演技也一般 台子的还拉胯 你就说这剧让人怎么看 好了 不多说了 毕竟咱也叫不醒的装睡的人 咱们下次见吧 拜拜